好这两天的网络上疯狂的传流传这一张警车掉进的水沟的照片 这个地点的是在宜兰郊系的农田路边 因为警车上映着郊西分局的字样 引发网友热烈的讨论 原本郊西分局还否认说这台警车不是他们的啦 但后来因为警车的编号也太过清楚了 想要赖也赖不掉 最后只好坦承 两根远景呢因为雨势太大了 再加上视线不良 这个远景有一点小恍惚 所以呢才会发生的这样意外 有没有看错 整台警车竟然掉进宜兰其立丹路旁的水沟内 车头朝下陷入 警车轮胎已经被水淹没 动弹不得 看起来有够狼狈 当时的时候雨势是蛮大的 同时是因为视线不佳 又加上那边路股比较小 就不胜路滑 来到水沟现场 看到水沟相当深 当时路过的民众看见警车竟然栽在水沟里也吓了一跳 赶紧拍照 po上脸书 照片在网路上疯狂流传 原本分局不愿承认 只是警车上头 郊西分局四个大字实在太明显 警车编号清晰可见 警方最后只好坦承 因为天雨路滑 视线不清 才会发生意外 正负价值 我们都有说那个酒册的检测 都没有酒精反应 幸好当时车上两名远警迅速爬出车外 并没有受伤 警方澄清 当时在大雨中执行 因为天候不佳影响视线 加上同人有点小谎神 才会把车开进路边小水沟 只不过郊西分局一开始不愿承认 远警开车发生失误 让网友更加议论纷纷 记者宜兰采访报道